今次是2019年PayPal1的第十條 今次要你做一個計算 計算是要計算Tray Receivables 這條最大的提示是要給了Quick Ratio Quick Ratio是0.8比1 之後就利用以下的資訊去計算 基本上如果同學有印象的話 那什麼是Quick Ratio呢? 我們說Quick Ratio呢 我們說有Working Capital Ratio 還有Quick Ratio Quick Ratio其實就是CA 就Except Infantry 然後就Over CL 所以你會看到剛才那些 特別寫的就是Except Infantry 就是不計算Cosing Infantry 所以在這個Case 我們說這裡不需要看那個Infantry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看看 0.8比1 OK 所以你要看看CA 究竟有些什麼Item 那麼 CLA那裡 CLA應該就有個TR 就是Tray Receivable 再加上Cash 3萬 然後除回CL 那CLA那裡我們就說 大家看看 那首先最關鍵的那個位置 就是Band Over Dai �� Ra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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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留意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現時 現在我們是基於 2018年的12月 31日和4月 那究竟這裡 相差得多少呢? 這一期應該是4個月的 如果是4月份的話,即是少於一年 所以這個都是CAL的 而TradePay當然都是CAL 於是你會知道 我們這裏就 10,000 還有50,000 對了 於是你會計到TR就是 對 應該會計到 18,000 所以最後的答案 應該就會是 D OK